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作者,宝庄成,主要播音,素素青阳,君言讲故事 由殷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七十四集 夏小兰求人从不空手上门 她也不是临时在找关系的人 和胡永才这边其实也没断 做今送货都是留分而已 是在念书呢 不过学校同意我直接参加考试 我家里的条件胡哥也知道 不敢松懈 想继续在市里做点小买卖 没人会讨厌上进的年轻人 哪怕夏小兰其实和她没有亲戚关系 可两人打过交道 夏小兰有出息的话 胡永才也会替她高兴 有机会要好好把握 你多好的限定条件啊 再考个大学 那可了不得呀 朱放是乔上夏小兰 可朱放家里面不同意啊 不就是嫌夏小兰是农村户口 家里面不能帮上忙吗 夏小兰要真考上大学 她的户口性质就变了 国家给安排好工作 到时候不见得能瞧上朱放 夏小兰也不让她帮大忙 只问胡永才认不认识能租房的人 租房 你有啥要求不 安全性好一点 单家就行 房主最好是女的 胡永才允诺会尽快帮忙打听 夏小兰又格外嘱咐她 胡哥 朱放同志的母亲对我有点误会 她不太喜欢我和朱放多接触 我要在商都租房的事 您 胡永才了然 肯定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夏小兰特别高兴 毛衣原本是要带回去给李凤梅和刘芬的 直接塞了一件给胡永才 我现在就在做这生意 这件是给嫂子带的 我这些衣架 能暂时放在您这里不 胡永才一顿 做出要掏钱的样子 夏小兰却白白手跑远了 胡永才失笑 她还是心眼小 以为夏小兰是要把衣服强卖给她 夏小兰一向是大方的 就冲这一点 胡永才觉得这姑娘将来前途也不会太差 夏小兰把衣架和推车等东西寄存在了胡永才那里 市委招待所那么大 随便找个角落都能存放 胡永才也有这权利 一身轻松 夏小兰就揣着她今天卖货的钱坐班车回安庆县了 安庆到七井村那一段路不通车 她运气好 有辆拖拉机顺路烧带了她一程 她忽然出现在家门口 李凤梅和刘芬很惊喜 滔滔也抱着她的腿不放 小表弟好几天没见她 想得厉害 你这丫头 一走好几天没个消息 还顺利不 快歇歇脚 还没吃饭呢 这是 李凤梅快言快语 刘芬是只干活不说话的 给夏小兰拧毛巾地水 到了家 夏小兰才察觉到累 李凤梅给她煮了一大碗面 夏小兰连汤带面都吃得干干净净 整个人也算是活过来了 没人问她赚没赚钱 说是去拿货 怎么空手就回来了 不 夏小兰还拿着一件毛衣呢 货都不够卖 本来还给你俩带了毛衣 现在只剩下这一件了 夏小兰将毛衣递给李凤梅 刘芬一点意见都没有 人有亲疏远近 这种情况下 肯定要紧着李凤梅 李凤梅看着那款式挺喜欢 却不肯要 你先说生意咋样了 去阳城拿的货都卖了出去 夏小兰点头 嗯 涛涛 去把门关上 屋子只有一家至亲 夏小兰把兜里的钱一股脑掏了出来 面值不等的纸币看着就不少 一件毛衣 她至少赚二十块以上 裤子要少点赚十五元 六件尼大衣 更是为夏小兰带来了超过三百元的利润 反正她揣着九百元去阳城 除去各种开销 拿了八百元的货 现在桌上的钱点清楚 要一千八百七十五元 都是这一趟赚的 嗯 连本带利都在这里了 其实还有两件毛衣没算在里面 当时要想卖 绝对也能卖掉的 不过夏小兰见好就收 也没计较两件毛衣的利润 跑一趟阳城 就是这么赚 她的眼光 她的魄力 是快速积累资本的先决条件 换一个人去阳城拿货 不要说赚这么多 没有人才两师都是运气 跑一趟 加上要把货卖出去 咋说也要一周 一个月 夏小兰能跑四趟 九百元的本钱能翻一倍 下次再进一千八的货呢 长久当游击队不是办法 夏小兰还是愿意在商都市开个门店 她只要掌握住进货渠道 店里可以雇人看着呀 舅妈 要不我们合伙 夏小兰把钱分成了两部分 李凤梅借给她的三百元 她不仅把本金还了回去 还分了三分之一的利润 一共是六百二十五元 几天功夫 三百块转眼就翻倍了 这对李凤梅的冲击实在太大 面对唾手可得的财富 几个人能不动心 李凤梅有点动心了 和这个家不是她一个人做主 所谓的合伙入骨 明明是占下小兰的便宜 她男人刘勇能同意 前头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李凤梅很珍惜现在的生活 为了家庭的稳定 李凤梅还是坚定摇头 钱你先拿着用 入不入国 我替你救她 舅舅 刘勇还不知道啥时候能有消息呢 李凤梅让夏小兰把钱收起来 又百般嘱咐儿子涛涛 不能出去瞎说 你要敢在外面和人吹牛 看我不把你屁股打开花 涛涛捂着小屁股 躲着她妈 她又不傻 小兰姐赚到钱 她干嘛要告诉别人 本来所有零食都是她自己吃 告诉别人 我就被分走了 故事一家医院里 刘家的顶梁柱睁开眼睛 她和周成大眼瞪小眼的 对视了好久 刘勇嗓子干咳的冒烟 周成殷勤地为她喝水 看这人的动作 就不像个会伺候人的 可周成的态度能给打一百分 舅舅 医生说您要是退了烧 再有两天就能出院 也幸好现在不是夏天 伤口感染得不厉害 周成 你听我说 刘勇费力打断周成 你对小兰的心意 我晓得 可干咱这一行的赚钱是不少 脑袋也是绑在裤腰带上的 就说这一次 我要不是被你救了 死在半路上也没人知道对不 我就小兰一个外甥女儿 不舍得 她跟着你提心吊胆过日子 你帮过小兰 也救过我 我们欠你的使命 不是人 周成静静地等刘勇说完 刘勇的言辞恳切 仿佛一点都不能影响到他的情绪 刘勇一激动 就要从病床上坐起来 一动就牵扯到了后背的伤口 痛得刘勇呲牙咧嘴 周成赶紧把他按回床上 舅舅 您别激动 您的意思我了解 可也得听我解释一下吧 我不是干走私的 就是家里闲了一段时间 正好给康伟帮帮忙 瞧您这眼神 我和康伟干的也不是走私 刘勇的不信都写在脸上 他认定了周成是自己的同行 还是那种走私头子 杀过人见过血的 舅舅 我是一名现役军人 你骗鬼的吧 我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